一位离了婚的中年贵妇,因为获得了大笔赡养费,生活不予匮乏,与年轻的女儿过着快乐的生活。 但贵妇后来认识了一位计程车司机,也埋下了日后的杀鸡。 据说年轻的司机依赖贵妇的金钱,终日游手好闲酗酒赌博,更对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儿起了寂寅之心趁机强暴。 不巧东窗事发,司机恼羞成怒,拉闭女儿后还把贵妇分尸丢弃,之后也流传着贵妇头颅失踪的说法。 影片犯 fertigUponnirok 上面 有人在唱歌哦 Bulina 你们看后面 手从头里 我有听到门在动的声音耶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鬼话连篇 我是焦之邦 我是李冠宜 前一阵子闹得满城风云的老少佩 不管是小郑跟莉莉 或者是王蜂殿 好像都非常受到大家的注目 可是呢 我们有常常讲一句话 说是这个年龄不是距离 身高不是问题 到底年龄会不会造成一些 男女感情上的问题呢 小黄 你觉得呢 应该不会吧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一个 是一个老的女孩子 跟一个年轻的男生 我觉得男生会变的几率会比 就是另外一种配法还大 可是呢 又有另外一派的说法 说其实女人呢 成熟得比男人早了 所以呢 往往女人年龄 比男人如果大一点的话呢 两个人各方面的配合 也会更加的恰如其分 我觉得不能差太多了 如果说像一个女生50岁 然后一个男生18岁 那这样真的是 差太远了 对生活环境还有理念什么什么 心智各方面都不一样 其实小禅跟莉莉 祝福归祝福 可是我觉得他们生活的环境 毕竟不一样 应该算是好像他们基本上所相处的世代 就已经有不同了 嗯 世代不同啊 当一个人还在喜欢到球场上打球 到电动玩具里面去打电动玩具 打什么快打旋风 另外一个已经开始去跳那种老人舞 去喝老人茶的 就感觉就有点怪 对不对 你觉得大概差几岁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们男朋友比你小 10岁以内吧 年轻的可能有年轻的想法 但是我们看老的 老你觉得呢 哈哈哈哈 你好 谁啊 谢老师你觉得 哈哈哈哈 你觉得呢 谁有宝贝有没有 哈哈哈哈 其实我是觉得说男孩子 其实要比女孩子大一点点 要来得好一点 因为基本上来说 毕竟很多地方就是成熟度会不同 然后处理事情方法会不同 当然也许有些女孩子 她本身就是比较属于母爱的那种性格 她会特别去照顾 可能年龄比她小的人 但是绝大部分来说 女孩子还是希望有被保护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好像是这种老少 刚才问你你不讲 不是 是我跟你讲老少配的问题 很多人都会因为 可能这个人家里有钱 所以我就勉强我自己 男生来讲没有关系 反正我年轻嘛 那你是个老太婆 那我就跟你在一起啊 可是我要你家的钱 没错没错 不管年龄差距到底有多少 我觉得只要他们发呼的是正常的一个爱 其实都是应该被祝福的 对 就怕有些人会用一些这个 不一样的想法 其他一些邪魔歪道的一些方法 在中间图取一些爱情以外的东西 有这样的方法 不管是财产 不管是保险 不管是什么动产不动产 对不对 那个的话恐怕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了 对不对 今天之所以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开展白的话题 跟我们今天故事的背景有点关系 来 Peggy跟我们讲讲今天的故事 对 今天的故事就是说 有一个中年妇人 她带着她的丈夫留给她的赡养费 以及一栋豪华的别墅 真的很大间 是 对 她就带着她的年轻的女儿 住在这边 就在这个时候 她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司机 她们就开始过了同居的身份 我们今天来到一所那个很废弃的一个豪宅 然后其实她们的这个外面啊 都看起来 已经有就是一些叫情的东西 我话都讲不清楚 因为突然之间 我们其实刚到这边的时候 还没有下这么大的雨 可是才 我们才刚就是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之后 就开始猛然地下了这么大的雨 所以 突如其来的一场寒雨 让外景队加紧脚步寻找藏身之处 走边的天气更增添了几分诡谴的气息 我想在岳山的门口 它门那种气都剥落了 对 其实当我们沿路走进来 外面看到的那片树林啊什么 都是他们属于他们的这个 整个别墅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然后 所以已经废弃很久了 我们赶快找另外一个路口进去 从哪里啊 不会吧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打扰了 天啊 他们这边被拆掉了耶 这个外围的部分被拆掉了 可能是由于他的施工把它拆掉 然后可能有发生这种不顺利的事情 对 其实啊 他们这一个豪宅啊 是就是一对夫妻 当年的不幸 夺去了两条宝贵的人命 往此的母女冤淋 是否依然徘回不去呢 搜寻一开始状况也发生了 比如说 简单 啊 啊 啊 怎么倒下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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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板倒下来 这外面的虫就一直叫得很大声耶 啊 怎么会这样子 你觉得 这像是什么 有人在那烧银子耶 你看 对啊 才翻起来 而且好像烧了很久了 对 就只有这一块 这一块的地方 然后你看这边还有那种 就是它没有点燃的 对 是 是 而且正好是那个木板这样倒下 啊 啊 有东西 有石头掉下来 对对对 而且还滚这样子哦 很空的空 其实这边呢 虽然说是很豪华 可是进来的他们大厅的地方 好像不是这么的就是好看 对对 连包括他们的木 就是 天花 天花板已经有点 有一点点那个 斑驳掉落了 可是看得出来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豪华的豪宅 你看那个电灯啊 背弃多年的别墅 由于年久失修 部分装潢已经半缓不堪 但是若可看出别墅当年的灰房景象 细心的Amy似乎有了重大的发现 这个 你看他的柜子 你看 你看 有镰刀耶 这会不会当初就是他们那个做分撕案的凶器啊 我觉得应该不可能 因为镰刀不可能可以分 不可能会去分人家的尸体 真的吗 不可能啦 凶器应该会收走的啦 我想这可能是他们外面因为有些造景 也许他们有请庸人或什么的 然后就是做外面的那个 就是一些东西吧 柜子都对 对啊 而且 他的柜子里面东西都没有了 应该都吃了 你看那边还有一张名字 是没有烧掉的 烧得不完整 很多 你看一百多次 对 而且这边还有很多那种烟啊 其实这个 这个贵妇啊 跟她先生离婚之后 虽然有了赡养 很一大笔的赡养费 上面是木板吗 我听到 上面的地上好像有人走动 不好意思 不是 诶 这实心的 可是我听到有那种木板的声音 好奇怪哦 看一下 对不起 这个桌上 吓一跳 这桌上是什么 好多人叫那种DM吧 对啊 他们是有 请各位观众 注意下方抽屉的不寻常意象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是坚定不小心所造成的吗 这个抽屉 它关起来了 在你的 它刚刚那个Peggy站这样子哦 我看到抽屉 就这样子跑进去 你没有撞它嘛 对不对 因为我看它是这样移进去 对不起哦 看一下哦 没有空的 明明一样是很多的那种 就是这种Peggy就是那种什么DM DM之类的 不好意思 这边有个门 不好意思哦 我们看一下 那就打扰了 可以开吗 可以 是用了卫浴 卫浴厕所的 对 对不起哦 天啊 不过这个豪宅的厕所 其实不是很美观 我觉得这楼下有可能是给佣人用的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就是客厅 客厅本来就应该会有一个 什么有人来做客或什么 就可以使用的厕所 不好意思 我们上去 不好意思 这是他们的厨房吗 应该是 因为 蛮像的 对 因为你看还有那种 接管 企图变爱别墅的司机 虽然最后被绳之以法 但是被冤杀的亡灵 心中的怒火 会就此平伏吗 那个地方的柜子 它这一排的那个 好像是榴梨台上面的柜 是这里吗 你看那上面那个水蒸汽 全部霉扇都有水蒸汽耶 不好意思哦 因为这边很容易潮湿 我在想 对不起 什么用啊 刚刚我听到这边有点事 对 这都发霉了 天花板对不对 天花板都发霉了 对啊 对啊 很可怕哦 你知道我那边整个看 它这里还有一个小门呢 不好意思 这个门好住 对不起哦 打扰了哦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原来这是 这里是厨房吗 这里 你看这边有两桶瓦斯桶耶 而且还有一个煮饭的饭锅 不好意思哦 这应该会不会是他们的洗衣间啊 因为他们还有特地 残酷的分尸手法 不只震惊了当时社会 同时也让尖兵形成畏惧 伤同欲绝的贵妇 会借由林栋 向我们表达她的意念吗 那也许这边可能就是 他们放一些什么 啊 啊 啊 你的树怎么动啊 我觉得它好像要 要要来打我们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因为它是整个往里面铺 好 你们去看一下 对不起哦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 可是刚刚这种 这种草丛动了 没有啊 这上面还长花哦 没有意思哦 可怕 谁看到那个树根了 长得好可怕哦 啊 啊 哇 死动哦 看那个声音 好像是人家在搬运那种声音 这样的吗 这样是不是这样的声音 对 而且不是说天哪 这个门怎么会自己爬出来啊 打到我 什么 你知道这个门有多重吗 而且好像那种 那种已经卡身袖卡死那样 对 又好像是弹簧的 怎么说是弹簧门的感觉 好奇怪哦 我们那边搜寻过了 是不是 那边外面没有 那边没有 那边没有 不好意思哦 其实我们也尽量不要 淫漏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我想如果说这个案子 已经破了的话 那个头没有找到 我们可能也找不到 因为连警察都找不到了 但是你知道吗 人家说经说往生的人啊 如果说死无全尸的话 他会自己来找他的 后面怎么有一棵 这么恐怖的树 而且他的气根 还真的非常非常的长 宅月中庞大的老茹树 会让此地变成特殊的磁场吗 坚定接二连三所看到的 听到的现象 与老茹树有关联吗 这个房子还高 不好意思 我们往前面走好了 你看那门 刚刚刚 你看下来都晃了 很奇怪 不要动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往那个 他比较就是这个别墅的 比较深入的地方走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找到 二楼的那个入口 不好意思 天啊 这里怎么这么乱 而且有一个很重很重的那种 梅味 对 梅味 因为有地毯的地方 太久没有人住 好像因为实际太重 都会往梅味 不好意思 看一下 这里好像是他们的那种 酒柜的感觉 嗯 不好意思哦 还有他们的绳子 这个名片怎么会自己飞过来 不知道 等一下 地上有这么很多 一模一样的名片 对啊 这是后来他们来堆的 还是 还是原本就属于 又有了 为什么那个名片 会在这里飞呢 而且 滚下来呢 会不会是那个 不是传说说什么 如果死没有去 啊 不是 会不会是那个 归附自己要回来找自己的尸体啊 因为不是说死没全尸 不能投胎吗 这个 哎 在你后面 这个东西飘 那个从你头上飘下来耶 你说死没 啊 啊 为什么 而且很奇怪的是 我刚刚也 就是不是有白白东西飘过来吗 对啊 然后我看到摄影师 这个从尸体是头上就这样子飞 飞个那个 鱼片 好奇怪哦 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吗 另外警队一再受到惊吓的力量 到底来自何方呢 毫无头绪的尖兵也只好继续搜寻 希望找出一丝线索 我们再走到他们另外一边去 我以为是血 好像哦 你知道 嗯 嗯 嗯 那个是油漆 不好意思 他让我 有同胎也让你掉 对不起哦 你看他们的天花板这边 整个壁子都掉下来了 你看他这个原本 是不是有贴什么东西啊 然后拆掉 因为他外面有一个形状 好像是一个门的 你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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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木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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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东西掉出来是不是 诶 你真的不觉得很奇怪 好像有东西掉下来 那种虫的声音就会开始叫 对啊 很奇怪 那好恐怖哦 而且我才在想说 你看他这个形状 有点像这个门的形状 有没有 它上面拆下来的形状 而且你看 它上面还有贴个什么符的 是不是 撕掉了 这个门 这个门 的门的顶端有没有 有 雨色的那边 对啊 不好意思我们走进去 因为刚刚里面有发出一个怪怪的声音 对不起 哎呦可怕 对不起 谁在哭啊 我听那个女孩的声音 哎呦天啊 这边风怎么那么大 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听到 啊 啊 啊 一次哭泣的声音 会为奸丁带来什么样的厄运呢 广告回来即将揭晓 好讨厌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好 好 好